星辰变,由小说改编的一部动漫,正在火热更新中。 动画情节、画质、特效都是非常之极品。 值得大家观看。 在刚更新的一集中,秦德召集部下召开。 秘密会议。 秦德说其预感到自己的四九天节就要到来,渡结成功就多了一位上仙,反处大计又多了一分把握。 如果一旦失败灰,非烟灭。 真是喜悠参半,得知父王即将渡结,秦宇三兄弟为其感到担忧。 秦德害怕自己渡结失败,将自己的推翻向广反处大计的众。 任交给了大哥、二哥。 秦宇却被父亲排斥。 秦德曾许诺,若你能成为先天高手便。 让秦宇参加反处大计。 父亲如今却告知秦宇。 向家有两大上仙,在修真者面前就算先天大圆满也是不堪。 一击,如果在最危险的时候还会连累大家。 秦宇被说的一无是处,最终还是一脸委屈的离开。 秦宇并未放弃,成功修炼通天图,功力大增。 以天网流行。 金牌杀手身份,三个月便击杀九名先天高手。 被天网头目秦德看重。 在接下来的一集中,秦宇见到自己。 德领头阳视自己的父亲很是惊讶。 得知自己将获任务跟随秦德前往洪荒边界,为其度似就天。 劫护航。 一路中谁也不知天网流行便是秦德的儿子。 秦宇这次能为父亲出一己之力。 为之感到高兴。 期待下集精彩内容。 以上实属小编个人观点,欢迎留言讨论。 新陈变,请与助勤德成仙,留心身份引关注,大战上仙要。 出现了。 新陈变,请与助勤德成仙,留心身份引关注,大战上仙要。 出现了。 新陈变这部动漫,相信许多的小伙伴都还是很喜欢看的吧。 作为一个国漫,可。 以说这部动漫是非常不错的,相信大家也是很喜欢这部动漫的吧。 就是不知道第一季会播放多久,对于这部动漫,大家喜欢。 嘛。 在最新的一集中,秦德马上就要杜劫成为上仙了,这点香。 兴趣多的小伙伴都是知道的吧。 秦宇想要跟去,但是秦德是不允许的,毕竟秦宇仅仅只是。 先天高手,虽说外公成为先天高手一般人是达不到。 很震惊,但也不能让秦宇冒险啊,所以秦德是不允许秦宇保护自己的。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一件事,雇佣的人竟然会是秦宇本人。 秦宇用自己在天网杀手身份留心来保护自己的父王秦德。 相信秦德也没有想到的吧,留心竟然就是秦宇,不过这也是完成了秦宇的一个心愿啊。 马上秦宇就要对战上先了,大家期待吗?相信许多的小伙。 伴都还是很期待的吧。 秦宇只不过是一个先天的境界而已,竟然可以越极挑战上。 先,真不是谁都能办到的啊。 新陈变,请与助秦德成仙,留心身份引关注,大战上先要,出现了。 新陈变,请与助秦德成仙,留心身份引关注,大战上先要,出现了。 新陈变这部动漫相信许多的小伙伴都还是很喜欢看的吧。 作为一个国漫,可。 以说这部动漫是非常不错的,相信大家也是很喜欢这部动漫的吧。 就是不知道第一季会播放多久,对于这部动漫,大家喜欢。 在最新的一集中,秦德马上就要渡截成为上仙了,这点香。 兴许多的小伙伴都是知道的吧。 秦德想要跟去,但是秦德是不允许的,毕竟秦德仅仅只是先天高手,虽说外公成为先天高手一般人是达不到。 很震惊,但也不能让秦宇冒险啊,所以秦德是不允许秦宇保护自己的。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一件事,雇佣的人竟然会是秦宇本人。 秦宇用自己在天网杀手身份留心来保护自己的父王秦德。 相信秦德也没有想到的吧,留心竟然就是秦宇,不过这也是完成了秦宇的一个心愿啊。 马上秦宇就要对战上仙了,大家期待吗?相信许多的小货。半都还是很期待的吧。 秦宇只不过是一个先天的境界而已,竟然可以越级挑战上仙,真不是谁都能办到的啊。 新陈变,请宇助秦德成仙,留心身份引关注,大战上仙要。出现了。 新陈变,请宇助秦德成仙,留心身份引关注,大战上仙要。出现了。 新陈变这部动漫相信许多的小伙伴都还是很喜欢看的吧。 作为一个国漫,可。 以说这部动漫是非常不错的,相信大家也是很喜欢这部动漫的吧。 就是不知道第一季会播放多久,对于这部动漫,大家喜欢。 马。 在最新的一集中,秦德马上就要杜劫成为上仙了,这点香。 兴趣多的小伙伴都是知道的吧。 秦宇想要跟去,但是秦德是不允许的,毕竟秦宇仅仅只是。 先天高手,虽说外公成为先天高手一般人是达不到。 很震惊,但也不能让秦宇冒险啊,所以秦德是不允许秦宇保护自己的。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一件事,雇佣的人竟然会是秦宇本人。 秦宇用自己在天网杀手身份留心来保护自己的父王秦德。 相信秦德也没有想到的吧,留心竟然就是秦宇,不过这也是完成了秦宇的一个心愿啊。 马上秦宇就要对战上先了,大家期待吗?相信许多的小伙。半都还是很期待的吧。 秦宇只不过是一个先天的境界而已,竟然可以越级挑战上。 先,真不是谁都能办到的啊。 新陈变,秦宇助秦德成仙,留心身份引关注,大战上先要。出现了。 新陈变,秦宇助秦德成仙,留心身份引关注,大战上先要。出现了。 新陈变这部动漫相信许多的小伙伴都还是很喜欢看的吧。 作为一个国漫,可。 比说这部动漫是非常不错的,相信大家也是很喜欢这部动漫的吧。 就是不知道第一季会播放多久,对于这部动漫,大家喜欢。 在最新的一集中,秦德马上就要杜劫成为上仙了,这点香。 兴许多的小伙伴都是知道的吧。 秦宇想要跟去,但是秦德是不允许的,毕竟秦宇仅仅只是。 先天高手,虽说外公成为先天高手一般人是达不到。 很震惊,但也不能让秦宇冒险啊,所以秦德是不允许秦宇。 保护自己。